经文,是诗记十六章 这个世界的教育,多教我们往外看,去认识那比我们更大的世界,好容身其中 于是,我们训练自己,用力往外看 就像强国真境登陆月球,强占太空领土,显示了人们对外面宇宙多么好奇,远大于对自己内在的关注 我们认识外在世界,并不是为了认识上帝,而是为了自私的意图,去控制世界 然而我们对自己是谁,心思如何运作,欲望如何产生,欲望如何带来灾难,如何得到救赎,既不认识,也不想认识 于是我们总陷在罪恶和灾难中的恶性循环 但基督信仰鼓励我们多认识上帝,也多认识自己 世界的存在固然有其价值,值得认识,但我认识它,在于帮助我更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 若非如此,我就有走向毁灭沦丧的危险,至终也会失去认识世界的能力 加尔文说得好,只有真正认识人,才能认识上帝,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才能认识人 如何认识自己 第四世纪沙漠教父伊瓦格斯,是早期教会极珍贵的资产 他被称为灵性文学之父,非常能帮助我们认识人的内在世界 伊瓦格斯遵从圣经,认识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其中,心思理性是那个形象的核心 人借此有能力参与在上帝里面 参与上帝,是人类的重要活动 这说明认识人和认识上帝,是同时进行,双向发生的 现代人有时也把它称为理智,灵活心思的活动 伊瓦格斯把心和思,叹成是灵魂的左右眼 心和思构成了思想,意志,情绪,推理,以及对超越界的认知 灵魂的理性功能让我们省思,可享美德,并为美德激动地征战 许多生命中的德行,就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下生成 例如,悟性,爱心和坚韧等等 为了这些美德,我们愿意与肉身的欲望和偏情战斗 健康乃得自于心思,灵魂的各部功能与身体合作,去妥善克服身体遭逢的许多欲望 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身心灵各不能达至合一与平安 反之,则内在心灵出现分割与不和谐,不能整合的运作,甚至出现许多精神和身心症状 想要维持健康,操练灵性的祷告是重要的 灵性的祷告,是心思必要的食物,也是认识上帝和认识人,寻求和谐健康的药方 祷告,不是对上帝自言自语 人的心思若是混乱,则难以达至有意义的祷告 内在的德行需要洁净,心思需要安定,才能达到祷告的果效 这需要靠教导和习德 我们很难区分内在的思想和欲望之间的差别 伊瓦格斯对欲望的理解是,那是对美善的人性做出一种敌对的享乐 它源自于我们的自由意志,也受外力又因所致 欲望常与上帝的旨意相反,也会影响到人与内在或外在,所相遇的一切之间的关系 有时,它迫使我们的心思,以不正当的方法利用上帝的创造 我们甚难分辨,思想和欲望间的交互作用 于是教父把欲望所制造的偏情,分为贪食,情色,贪婪,愤怒,悲痛,忧郁,虚荣和骄傲等八类,让我们关照 他们有时是从心里发出,有时是外在的试探所施加 有时出自思想,有时来自记忆,或感官刺激 若没有被教导,我们会觉得认识自己,比认识宇宙,自然界,或人间活动更为困难 但如果我们不认真看待内在世界,会在模糊混沌中,误解上帝,误用外在世界 从上述的角度来回顾参孙的一生,以眼目情欲来观看世界,然后逐步走向认识自己的内在 他一生最后一个祷告,求死的祷告,值得我们细思 参孙一直没有用心管理他的内在世界,他顺着强大的欲望,往外看,往前冲 有什么机会可以喂食欲望 有什么机会也可以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 且走且看 圣经记录了他的两个祷告,一次求生,一个求死,两个都蒙英允 参孙在利西独自打胜仗,安稳的做事是二十年 然后,他去到菲利市最重要的陈加萨 在那里,他内在最敏感,脆弱的部分,情色的欲望又被试探 参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 二十年过了,他和年轻时一样,感官受刺激,理性和行动就受欲望的调度指挥 这对很多人来讲实在是警讯,仍在外面成功地为上帝开疆辟土 但不代表也顺利地整理好内在的美德 那些亟待建立的德行,并未随着侍奉疆域的扩展同时茁壮成熟 二十年来未经洁净的欲望,一直在蚕食着他作为拿希尔的护照 这显示一个人的任性,到底是在发挥自由意志 还是一致受到奴役挟制 欲望清单中的情色或贪婪,或许是参孙冰山的一角 冰层下隐而未陷的,可能还有忧郁、虚荣、骄傲、愤怒或悲痛等 他从未完善地处理分裂,不和谐的心灵,甚至隐藏着精神和心智的不健康 上帝虽没有离开他,但参孙已开始走向毁灭的终点 非利式人这次学会安静,等参孙睡熟了再来 这时的参孙还能保持一些激进,睡到半夜就起身走了 他把加萨的城门拆下,躺在肩上,往东走62.5公里 上到927公尺高的犹大西伯伦 参孙是想要向出卖他的犹大展示成果 只有他知道 故事并未暗示上帝默许他找妓女,但让我们看见他的任性 他只想认识外在世界,掌控力量,滥用恩赐,但不认识上帝 他也不认识里面的偏情,正迫使他的心思 以不正当的态度对待上帝的美意 上帝选招他,并不后悔 他在等他悔改顺服,正确地对待适施的角色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尝试这样 他愿意帮助我们,离开试探和任性的陷阱 上帝不是寻找圣洁的人去为他做事 而是让我们为他做事而走向圣洁 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绯闻,参孙和大力拉在缩裂谷相遇 这事是诗迹第三度记录参孙在欲望偏情中的浮沉 缩裂谷在他侍奉的起点亭拿附近,暗示着故事要回到循环的终点 参孙一次次顺从试探,风险越来越大 他爱上大力拉,他生命中唯一名字被记录的女人 参孙对他动了情,这应该不单为了性 他的眼睛发出强烈需求的讯号,但至终导致失明 而他以出卖拿谢尔身份,到处剃掉头发的秘密 来交换他渴望的情爱 参孙找爱,但不在上帝的旨意中找 全凭肉眼看,让情色的欲望引导他去找他要的 但结局和过往一样,都是失望和痛苦 他告诉大力拉我爱你 大力拉则是三次要参孙泄露力量的来源,作为证据 头发,是拿谢尔人最重要的记号,象征上帝的同在 但在大力拉的膝盖上,头发被轻易剔除了 参孙在所爱的人面前失去警觉 非力士人轻易把他制服,把他的眼睛挖了 让他无力在依情色欲望而生活 耶稣说得好,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 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 参孙眼睛失明了,才失去犯罪能力 当他有完好势力时,他要像平常人一样软弱 他要信,情色,爱,自由,要吃喝,都跟别人一样,不要约束 他也要超自然能力,做出别人不能做的事 这也是基督徒的挑战,我们也想要像别人一样软弱 过平常人的生活 跟随基督是何等的重担,要放弃权力是很痛苦的 然而直到我们失去视力了,我们才看见,有些自由是虚幻的 当不顺服上帝时,参孙连走路都要小孩牵着他 参孙这下成了工人取笑的小丑 上帝的同在没了,实施的角色砸了,力气失去了,生命进入黑暗的洞穴 但这是新生命的开始,当他瞎了眼,受尽羞辱,没有未来,新的参孙诞生了 当他失去力气,才知道力气原是恩赐,应该用来荣耀上帝 当他看不见了,才能认识自己,认识上帝 当头发在黑暗中又长了,代表忏悔被上帝接纳 就这一次吧 求你赐给我力量 这是参孙最后的祷告,内容带有浓厚的报复气息,不是我们的模范 但是参孙对上帝的主权有着全新认识,他呼叫说全权的主,纪念我 就这一次,让我一级,报复非力士人挖双眼的仇 旧约有很多人曾向上帝求死,上帝都不答应,唯独参孙是例外 参孙最后的祷告不是求救,是求死 这样的动机不好,但在极度的绝望中 训职是他顺服上帝呼召,唯一级最后的机会 这时,顺从情欲,已经不是首选 外面瞎了,里面看见,求死,才开始活 这是参孙一身信心的最高峰 在人来看,太晚了,但在上帝眼中,还不迟 参孙大大的圣,不止因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 新约圣经评论,他借着信,制服了敌国,因信获得了赞许,他为烈信新英雄之列 参孙所制服的敌国,不只是非力士,还包括他的偏情和任性 情色,贪婪,悲痛,骄傲,虚荣等等,都在被洁净的祷告中死了 参孙为他的得胜,付上极大的代价 今天的我们和参孙有着一样的敌国 但我们并不需要有求死的祷告才悔改,我们可以在求生的祷告中,就寻得上帝的赦免,医治,平安和身心健康 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